可以让它下拉清单 那当然就是 也许你可以给一些 比如这边 假设我今天这些 比如说它这边 可以输入的当然就是BCD BCF就是你输入一个 它自动跳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就输入 然后自动再把它那个地区给输入完毕 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很快的 而且比较不容易有问题 自动带出来 那只是说呢 可能会有延续性的问题 比如说像什么 清单部分 假如说这个名称 如果未来多了两个 多了几个那怎么办呢 如果之前的做法 可能就是到公司里面去做什么 重新的那个 比如说像这个名称 怎么去让它重新再选 重新再打勾 可是 这样好像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每次都要更新 因为如果在SEO里面 它这个名称 不会自动让你更新 一般做法要不就是预留 预留一些 预留一些 比如说选的时候可以多预留 预留两个 那将来 不过它有个缺点 如果你预留的话 它会变成说你将来 选的时候 它这边 它会 在2013 它不会多两个空白 可是2013以前的版本 因为你有两个是空的 那它会两个是空的 反而2013没这个问题 那是还好 所以你可以预先预留 所以2013以后的版本 因为我用2010以前的版本 会两个空格 那也许它改良这个问题 所以你将来 当然你那个清单 可以预留一些些 就是说民生管理员里面 可以先检查一下 这个范围可以多一点点 那地区的话 一样 那刚刚好像有同学 那个下拉清单 因为有旧的没有删掉 所以变有一些错误的 那会变成下拉清单 没办法显示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这边 一样 我把它再重新去做 重新去指定它的范围 多一些些好了 东西难表 假设这样 试一下 如果你把它更新过 奇怪 这个就有没有 这个又会多两个 刚刚就没有多两个 这到底为什么 有些好像就 这又多变 又多两个 OK 所以它可能是还没有更新 是不是 所以理论上会变这样子 多两个这个怪怪的东西 变预留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解决 当然也可以用VBA来解决 可是VBA里面 有关那个命名的部分 一般的书里面 比较少谈到VBA里面 到底怎么去变更那个名称 其实要变更名称的话 在VBA里面有个物件名称 叫做名称 名不叫Name 加S 这个就叫Name Name 刮符里面不是有名称 比如说你的地区 假设 如果说你要了解这个地方怎么样 自动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想要自动 让那个名称自动去更新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这个问号是Printer Printer 就是帮我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一个Name Name Name 就是那个命名的物件 物件 用它去存取刮符 他问你说哪一个 那你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那个品名的那个 那个那个里面的词 帮我列印出来 所以你可以找Name 然后这边的话呢 品名 品 品名 特别注意 我是在哪边输入呢 这个叫即时运算视窗 这个在检视里面的那个即时运算视窗 但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因为书里面是不会讲这东西的 因为我平常你要变出一点东西 为什么我都知道怎么变出来 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些机关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 反正我只要有一些方法 那我反正把它凑一凑 我知道它的属性跟方法 那我就可以变出我要的效果了 再来配合什么事件驱动 刚刚不是有Change 然后你可以在哪个事件去 触发的时候去做什么事情 那这样不就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对类似嘛 其实这观念 其实无论是用在那个商业用 或者工业用也是一样 现在很流行讲什么 像工业4.0 郭台铭不是被川普找去吗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他标榜说 他的iPhone呢 可以从头到尾都不需要人 都是用机器人去把它做出来的 其实里面的操作逻辑都是这样 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一个物件去驱动 那现在我们是物件去驱动里面的东西 那未来当然一个物件驱动一个什么 实体的一个机器人的零件 它的一个所有的动作 它都会帮你模组化 你要怎么去控制它 比如说它一定是3D的嘛 哪个地方往前往后多少 几毫里 对不对 做什么事情 抓一个小小的洞 对不对 做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东西可以做到非常的精细 逻辑都是一样的 OK 那我在这里的话 我用NAS 品名的话 点Value 也许 你要点下去 这个就物件的使用观念 反正Range也一样 Range哪个范围 点 它也会有一个清单给你 那你只要看到呢 物件就两个重点 它的成员就两个 一个是属性 一个是方法 属性的话 就是记载它的相关的状态 或者一些值啦 一些 反正它的一些外观等等的 那方法就是做什么 比如说呢 像这边有一个是方法 叫Delete 那顾名思义 如果你执行它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 把这个名字要怎么样 删掉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删掉 我想要知道品名 它到底对照到哪一个值 你给我value enter一下 就是这个 等于 那如果要变更它怎么变更 很简单 不要print 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等于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这个 如果我的范围呢 要改成10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刚刚是9 对不对 品名是到9哦 现在我把它更改了 那它现在是不是变成10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里面 品名刚刚到9 有没有发现 现在到10了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动态的去变更它的话 其实啊 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 它的value 变更成后面这一串 那它后面这个数字 一样可以用追踪的 有没有 不是有个r吗 向下追踪到这个范围的 最下面一列吗 然后把这个列号呢 丢回去 串在后面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什么时间要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你可以怎么 当它 当怎么呢 当这个工作簿 启动的时候 所以我可以怎么 当这个this workbook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对应到我这个工作簿 其实就是我这个excel的档案 当这个档案怎么样呢 workbook嘛 工作簿 其实就excel 被open的时候 open什么呢 就是当它被打开的时候 那我同时去做什么事呢 我去找一下 A1向下追踪的最下面一列 就把它串在品名的value的后面 有没有 然后呢 在地区的话也是一样 r向下追踪 然后呢 把那个 它最下面一列呢 串在那个 去 最下面一列去抓 但是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有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 因为呢 我们现在 工作簿里面 不止一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它只会去抓原始资料 的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那到时候会变成 怪怪 我不是 应该是 追踪清单这边吗 应该Ctrl向下只有8 那怎么它变成18 因为你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前面要告诉它说 到底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未来哦 如果你在做一些多工作 单工作表不用了 多工作表的话 记得要加一个什么 许词物件 就是告诉它说 哦 请你在哪 哪里追踪 就是在许词 哪一个许词呢 诶 这个后面哦 一样双引号 点 多一个什么呢 清单 有没有 告诉它说哦 你要 你要追踪的地方 是在清单这个工作表 你千万不要去追原始资料 因为追到的是不一样的结果 OK 但是呢 理论上我习惯会先打后面的 再打前面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加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以前是点下去 会自动有个什么 and 刮糊 那它就不出现了 所以不出现的话呢 这麻烦了 有些东西要自己打 有些怕打错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把后面的打完 然后再串前面一个工作表名称 但是很容易怎么样 打完后面之后 就忘了加前面了 然后就错了 也不知道哪里错 就是因为 不过这真的很细心 一个小地方 你漏掉了 城市就不work了 而且会产生问题 所以呢 一样的方法 这边的话 再来加在前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哪一个地方 name要改的 其实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我们名称里面 还有哪 其实有三个嘛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品名对照表 那品名对照表 一样我把这个范围也改一下 所以一样的方法 把这个品名对照表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知道 品名对照表 对照到哪里 一样可以用那个什么 这边 这个叫品名对照表 然后点value 那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先把它先print的出来 把它对照到这里 那未来怎么样 用追踪的嘛 所以在一个追踪的话 我就是 在cntl c下面一个 然后把它怎么样 用追踪 其实很多程式都一样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把它改一下 nance.value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范围的话 就是利用参考它的好了 贴上 然后把这个拿掉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会在什么时候 再去重新变更呢 就是当你开启这个 一次有档案的时候 同时去变更这三个的范围 如果你有增加或减少 它就会自动追踪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种写法 也是坊间书里面 我没看过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 用一些方法把它变出来 因为我用物件导向的观念 里面很多物件 其实是可以自己去找答案的 ok 然后这三个 那最后记得把它关起来 再来记得 存档的时候呢 记得要 因为我这个预设的档案格式是 我们的那个是什么 是活业部嘛 记得因为里面有VBA的话 所以记得怎么样 起用具的活业部 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呢 那还有不要忘记 如果说未来你的那个程式里面 有一些这个机密的话 你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你怎么写 因为这是你的智慧财产 所以记得怎么样 在你的专案上 按右键 有一个叫VBA Project属性 把它保护起来 保护打勾之后的话呢 输入密码 密码你要记得 一定要自己记得 我都是输入1234 因为反正打开 应该都1234 那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什么 把它储存 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 不过存起来之后 会有两个 你可以看一下 一定会 我把那个图示 稍微放大一点点 它应该都会有个晶碳 表示它是一个有聚集的 有VBA的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Isail一定会提示说 你要不要启用 应该可能我刚刚有开过 所以我把它启用过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我已经增加两个了 所以理论上 它应该会去劝据 所以它在 那个 当这个 我不可启动的时候呢 会自动帮我加了 帮我改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我启动VBA 因为我刚刚有加了密码 所以 如果我今天不是别人 不是你的话 反正你一定不会 别人一定不会知道密码 那因为是我 我加1234 Enter一下 才打得开 但是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 他就不知道里面写什么了 OK 那我这边已经写好这些 然后我们来确定一下 到底有没有OK 所以你可以先切 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 确认一下 对不对位置 位置好像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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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 品名称 品名对照表 品名对照表 所以 当然就是除错了 这样很花时间 反正就是 再确认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错 答案 应该知道 我刚刚是品名对照表 因为我追踪的还是C 所以他还在6 对不对 所以呢 应该是从哪边追踪 应该是A 所以干脆这个程式不用多写一行 干脆把它放在这里算了 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嘛 品名对照表跟品名 应该是同样的长度嘛 所以这个都不用了 另外可能我同学说 老师那这边有个R 这边有个R 会不会有冲突 其实不会啦 反正你追踪完 他丢进去 跟那个剪贴不一样 复制贴上 你下次复制 他又把它盖掉了 所以下一个变数又盖掉了 这样子的话应该就OK了 他就会追踪到一样的 那把它串过来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子 就会有一个下拉清单 比如说我多一个笔跟水壶好了 那但是因为现在 我再把它关一下 再try一下 OK 理论上应该这样子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动态怎么样 去增加你的那个 追踪你那个范围 那待会呢 我也一样 会把我刚完成的画面 再把它丢到这边 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OK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动态的去 帮你抓到你那个 名称的最下面一列 那我改完之后应该就OK了 所以在公式里面看一下 平民对照表 就是他自动抓到8 OK那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向下拉之后水壶也自动带出来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将来自动就会修改那个清单 这样的方式其实还 就还蛮OK的 好